為了鼓勵年輕人勇於追逐夢想 並向老公一致敬 女星林欣如和主持大姐大張小燕 一同為大人物慈善攝影展揭開序幕 從學生時期就出道當模特兒拍廣告 林欣如說她唯一會的技能就是演戲 所以打開夢想盒 她現在的心願就是 裡面是一張學生證 任何一個科目的學生證 跟我這個行業沒有關係的 我想要去學一項 可以讓我完全放掉 我現在所做的事情 然後專注在這上面的一件學科 集結21位藝人跨界演出 林欣如原本以為會美美的上進 沒想到設計師竟然把她的臉塗黑 穿上尼龍材質的縮衣 宛如時尚版的農夫造型 讓林欣如想起兒時和外婆相處的回憶 因為小時候我的外婆 我的珍珠膜帶我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 都是拿了那樣子的袋子 那個叫鐵紙袋 對對對 然後都拿了那樣的袋子 然後我們有想到有一天 我會穿著這個袋子在身上 然後拍出一張這麼特別的照片 因演出16個夏天而結縣的林欣如和徐衛寧 趁著工作告一段落 相約結伴去巴黎島度假 那兩位單身的女神 是否有來場浪漫的海島豔遇呢 沒有沒有沒有因為我們就是很 晒太陽啊到海邊啊 只有服務生吧 其他的遊客有眼睛晒傷 夜市威乐训练中心 特别报导